小蒙话去史 带您走进历史那点事 由于父亲早死 家贫 其母王室就带着他们兄弟与萧县刘崇家当庸人 朱温长大成人后 很讨厌干活 甚至对干粗活奔活不屑一顾 天天在外面和地痞流氓们混在一起 以豪杰英雄自居 乡里人都把他当成是一个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的无赖 对他非常反感 公元877年 朱温参加皇朝起义军 由于勇猛善战 一路从小兵做到了同州防御史 公元882年 他屡战屡败后 背叛皇朝 投降了唐朝 并帮助唐朝在公元884年打败了皇朝 唐喜宗为此次朱温名为朱泉忠 以赞他忠勇 公元888年唐朝宗即位后 在向崔英与宦官韩权会争权 唐朝宗被韩权会幽禁 崔英紧急召唤朱泉忠进京救驾 朱泉忠趁机掌控朝中大权 屠杀宦官数百人 控制了长安 崔英后悔不已 有意摆脱朱温的威胁 暗中招募六军十二位 被朱温在长安的眼线所察觉 朱泉忠杀崔英后 逼迫唐朝宗迁都洛阳 唐朝宗完全成了傀儡皇帝 公元904年 年近38岁的唐朝宗渐渐失去利用价值 同年八月 朱温欠亲信 蒋玄辉等人赶赴洛阳 杀死了唐朝宗及其昭仪妃李建荣 河东夫人裴真一 对外谎称 李建荣裴真一和皇帝赌博 趁皇帝喝醉 谋杀皇帝 随后投井自杀 此日 蒋玄辉受朱温指使甲传圣旨 李十三岁的辉王李作为皇太子 改名李柱 即刻继位 这就是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唐哀帝 天佑二年 公元905年6月 掌握实权的朱温在亲信李镇和柳灿的股东下 将宰相裴叔 崔元等朝廷重臣三十多人 集中到黄河边的白马蚁全部杀死 抛尸于黄河 制造了惊人的白马之祸 同年末 朱温准备篡位称帝 让宰相柳灿和疏密使蒋玄辉谋话 蒋玄辉与太常卿张庭范认为 天下未定不可过及 朱泉忠不悦 宰辉副使蒋殷 赵殷衡夙与蒋玄辉柳灿张庭范不和 趁机告发他们与何太后图谋复兴唐氏 朱泉忠大怒 前使杀蒋玄辉 密令蒋殷 赵殷衡在其善功溢杀何太后 朱泉忠又逼迫哀帝下诏 称何太后之死 习因私通蒋玄辉会乱公围而自杀谢罪 追费为庶人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遭到亲生儿子废处的皇太后 不久 宰相柳灿被贬赐死 其弟兄也被全部处死 太常卿张庭范被五马分尸 其同伙被除名赐死者若干 天佑四年 公元907年3月 早已按捺不住的朱温逼迫哀帝禅于他 改国号为梁 史称后梁 盛极一世的唐王朝就此灭亡 善位之后 唐埃帝被降为继阴王 迁于开封以北的曹州 经山东合则 被安置在朱泉中亲信世书从的宅地 但由于当时太原李克用 凤祥李茂贞 西川王剑等人凤埃帝 使得朱泉中感到不安 于是 在公元908年2月21日 朱温派人赶到曹州 毒死了李柱 朱泉中生性残暴 担任节度史时 用法科研 大军交战时 如将军战死 所不士族则一律斩首 呈拔队斩 自是战无不胜 因军法严厉 士兵纷纷逃逸 不归者甚多 为防士族逃亡 朱泉中命军士文面 以及军号 到了晚年 朱温开始了声色犬马的生活 因为儿子们常年在外驻守 他便招儿媳们入宫服侍 行乱伦之事 他的儿子们知道了之后 不但不感到羞辱愤怒 反而 不知廉耻地利用妻子 在父亲床前争宠 千方百计地讨好朱温 博取皇位继承权 朱温养子朱有文之妻王氏 特别受朱温宠爱 在王氏的煽动下 朱温有了让朱有文即位的打算 公元912年 朱温病重 命王氏招朱有文托付后事 朱温第三个儿子朱有归的妻子 张氏也在宫中服侍朱温 门讯后 便把这件事告诉朱有归 6月22日 朱有归装扮成平民百姓 进入左龙虎军 把情况向统军韩晴说明 作为老部下 韩晴与朱有归一拍即合 决定协助他侍服篡位 6月26日 韩晴率600亲信 换了服装 随朱有归混入皇宫进军中 埋伏在宫内 到了半夜 叛军冲入朱温的寝殿 朱有归命令自己的马夫冯廷厄去杀朱温 冯廷厄提刀追砍 朱温绕着店内的柱子躲避 刀三次砍到柱子上 朱温精疲力尽倒在床上 立刻被冯廷厄杀死 朱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残暴可耻的一生 纵观朱温一生 他是一个十足的恶人 是一个调戏国家 调戏正义 调戏天下人的超级流氓 一个国家有一个没有底线 妄自尊大 无视伦理刚长的人掌控 是多么的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